小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运算率 这一部分内容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本堂课我们要学习到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运算率呢 我们就要理解加法和乘法的交换率 结合率以及乘法分配率的意义 并且能够用字母来进行表示 也就是说 各种运算率我们本堂课是 主要是以加法和乘法来学习的 并且能够结合日常生活的实力 来体会一下各种运算率的好处 它的方便在于哪 并且能够认识中号来掌握 整数四则混合运算的一个顺序问题 能够正确的进行计算 并且能够应用加法和乘法的运算率 来简便我们的计算 所以本堂课的重点和难点 就在于理解和掌握 四则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 并且进行正确的运算 同时呢 利用我们一定要学到的这些运算率 来对算式进行一个简单的运算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四则混合运算顺序的问题 四则混合运算涉及到的就是 加减乘除的运算 那首先在一个没有括号的算式里边 如果只含有同一级运算 也就是只含有加减 或者只含有乘除的话 我们就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来进行计算 就可以了 而在一个没有括号的算式里边 如果既含有第一级运算 也含有第二级运算 那我们就应该先计算第二级运算 后计算第一级运算 也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 先乘除后加减 而在一个有括号的算式里 应该先计算括号里面的内容 而对于既有小括号又有中括号的 我们就要先计算小括号里面的内容 再计算中括号里的 最后计算括号外面 这是一个对于不同情况的一个基本的分类 我们如何进行计算 那好了 我们就来做几个例题来看一下 首先是第一个式子 35加上65乘以40除以5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没有括号 但是呢 既含有加法运算 又含有乘除 所以首先我们一定要先计算乘除 65乘以40 结果是2600 2600除以5 结果是520 然后呢 递算加法 最终的结果是 555 那来看一下第二个算式呢 15乘以括号 153 减83 除以8 对于有括号的 我们要先计算括号里面的内容 153减去83 结果是70 然后再计算 乘除 因为这个算式当中只含有乘除了 所以从锁到用一次计算就可以了 12乘以70 乘以840 840除以8 结果是105 而对于第三个算式呢 括号96减6 乘以括号15加9 在有括号的时候 我们要先计算括号里面的内容 那结果就是90乘以24 一个简单的乘法计算 算数结果是2160 那这样几个题目也是巩固一下刚才我们所说的 如何来进行混合运算 他们的顺序是怎样 说完了四个则混合运算的计算顺序之后呢 我们再来学习一下运算率的问题 首先是交换率 交换率对于加法乘法都适用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看了什么是交换率呢 对于加法而言 两个数相加 交换它们的位置 和是不变的 这样的规律我们就叫做加法交换率 而对于乘法呢 两个数相乘 交换它们的位置 G是不变的 如果我们用字母来表示一下 看起来更加的简便 也更方便我们记忆 那对于加法交换率 我们可以记作 A加B等于B加A 对于乘法交换率呢 我们记作A乘B等于B乘A 那这样的规律啊 我们不仅仅适用于两个数 相加相乘 也可以推广到多个数 比如说125乘以4 乘以8乘以25 四个数相乘 这个时候呢 乘法交换率仍然适用 那适用的时候 我们要怎样来看呢 也就是调换一下 因数的位置来方便我们的计算 这个是乘法交换率的一个 最中心的含义 那我们来看这四个数呢 怎样调换一下位置 计算起来更加方便呢 我们这样来换 把125和8相乘 加上括号呢 只是看起来更加方便啊 也是更加理解它的含义 就是我先计算这一部分内容 然后呢25和4相乘 这样1000乘以100 结果就很容易得出来了 这样的计算方法很简单 那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式子 本来要计算顺序 因为它只还有乘法费嘛 那我们从所到要一直计算 会比我们刚刚说的方法 会麻烦一点 会能出错一些 第二个计算率是结合率 对于加法结合率而言呢 三个数相加 我先把前两个数相加 再和第三个数相加 所得到的和 与我先把后两个数相加 再和另外一个数相加 得到的和应该是一样的 也就是对于三个数相加的问题 我哪两个数先相加 它们的和应该都是不变的 所以它的中心含义 对于这个运作率来讲 就是这样的 那如果我们用字母来表示的话 就是括号A加B 再与C相加 与A加上括号B加C 它们的和应该是不变 那运用了加法交换率 和加法结合率呢 就可以让一些计算 更加简单 比如我们来看这样的算式 57加上288加上47 在这里面我们首先用到的 就是加法交换率 交换位置对吗 我们把57和288的位置互换 然后呢 我还先计算57加上43 得到100再与288相加 就可以了 说完加法结合率 我们再来看一下乘法结合率 在加法结合率的基础上 我们也很容易理解 什么是乘法结合率 也就是三个数相乘 我先把两个数相乘 再与另外一个数相乘 和先把后两个数相乘 再与另外一个数相乘 所得到的G 应该是不变 那我们如果用字母来表示呢 就是括号A乘以B乘以C 应该等于A乘以括号B乘以C 所以说就是哪两个数先相乘的问题呢 选出两个数相乘 再与第三个数相乘就可以了 那具体选哪两个数呢 我们就要看哪两个数相乘 更加简便就可以了 几个例子 比如说9乘以125乘以8 对于只含有乘法的预算 我们本来可以从左到右 依次计算 但是这条题目我们发现 125乘以8等于1000 这样计算起来呢 更加方便 所以我们就先计算了125乘以8 得到结果1000 再与9相乘 得到了最终的结果是9000 大家学习的最后一个预算率呢 叫做乘法分配率 什么是乘法分配率呢 就是两个数的和与一个数相乘 可以先把它们分别与这个数相乘 再相加 所得到的结果是不变 用字母表示出来就是括号A加B乘以C 等于A乘以C加上B乘以C 在这里面我们同样的举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 乘法分配率可以正着用 也可以逆着用 是什么意思呢 主要就是看哪种情况下方便 比如说 题目给了的是我们这样的式子 那我们发现呢 转化为这样的式子之后呢 会更加简略 所以说可以正用 可以逆用 当然在这里面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 乘法还有一个运算性质 就是什么呢 在这里面我们不仅可以 是A加B来运用这个运算定律 A减B同样适用 也就是括号A减B乘以C 等于A乘以C减去B乘以C 好了 下面呢 就让我们做几个小练习 来巩固一下 首先是例一 点便计算 9999乘以2222 加上3333乘以3334 既有加法又有乘法 我们可能最联想到的就是 乘法分配率了 那我们在想 现在应该还无法直接来运用 乘法分配率 因为它们没有公共的部分 那我们就好了 想一想 如果把原式变一变形 让它可以应用 乘法分配率呢 在这里面我们观察到 9999 是不是可以拆分为 3乘以3333 那如果进行了这样的拆分之后 我们就发现 两部分算式当中都有公共部分 3333 那我就把它提出来 然后括号里面的内容变为了 6666 加上3334 结果就很容易算出来了 所以这道题目 九千题目就已经提示我们了 是要简便计算 那简便计算 可能用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结合率 分配率 交换率 这样一些内容 然后呢我们就看 式子当中各个数字之间有没有联系 我们就发现了 9999和3333之间的联系 然后最后呢 我们就用到了就是乘法分配率的一个内容 当然这应该是一个逆运算的过程 对吧 我们之前也说到 乘法分配率可以正正算 也可以逆运算 我们再来看一下例二 计算 括号23加27乘以25 加上括号77加73乘25 同样是既有加法 别有乘法 还有括号 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来看 首先我们发现 首先我们发现 加号两侧的部分 有一个公共的部分都是25 那好了我在想 可不可以运用乘法分配率 我把23加27和77加73看作是一个整体 然后我运用乘法分配率的一个逆运算来解决这道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行得通 我再把两个括号看作是一个整体的前提下把25提出来 然后括号里面的内容相加变为了23加27加77加73 然后括号里面变为了200 那200乘以25结果就是5000 所以看似一道比较复杂的问题 既有加法还有乘法还有小括号 但是呢我们运用了一个乘法分配率的命运算 就很容易算出了结果 所以这里面关键在于什么呢 要把括号要学着把括号里面的内容看作是个整体 不管它里面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两部分你就把它看作是一部分就可以了 来再来看一下例题三 利用乘法交换率和乘法结合率进行计算 15乘以125乘以5乘以8 对于这样的算式我们来看 利用乘法交换率也就是交换各个因数的位置 乘法结合率呢就是先计算哪一个 然后计算哪一个 这是我们对于这两个人运算定律的一个中心含应的理解 那我们就来观察这样的式子 首先我们就来看看这四个因数当中 哪两个因数相乘会简单一点呢 我们发现125和8相乘等于1000 12乘以5等于60 这样算会简单一点 好了 所以我们就要第一步呢 想变化它们的位置对吧 把125和5的位置换一下 整个结果是不变的 这是乘法交换率 然后呢我们就先计算15乘以5和125乘以8 再计算两部分的基再相乘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乘法结合率的内容 所以说这样题目 我们就可以这样来转化了 12乘以5乘以括号125乘以8 结果就是 所以这样题目的关键在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利用乘法交换率 可以把乘起来等于整十啊 整百啊整千这样的两位数的位置 交换放到一起之后 再利用乘法结合率 把这两个数结合起来 乘就可以了 所以本堂课学习的内容非常的清晰 就是这样 五个例率 当然第一部分我们学习到了一个 四则混合认算的认算顺序问题 对于同一级运算 从所到有一级计算 有第一级有第二级运算 先算乘除后算加减 那对于有括号的 要先算括号里面的内容 而对于这样五个交换率呢 我们现在给出的是用字母表示的一个形式 那我们具体的含义也要理解 那我们具体的含义也要理解 交换率就是交换数字的位置 机或者是合不变 结合率呢 就是先计算哪一个部分内容 再计算哪一个部分内容 最终的合和机不变 分配率呢 就是把一个数字 变成两个数字相加的形式 结果也是不变的 在这里面还要强调的一点 就是比如说A加B等于B加A 它们虽然是用字母表示的 但是字母A也好 字母B也好 它可以不仅仅代表的是一个数字 可以代表的是括号里面的 两个的相加都可以用A来代表 也就是比如说A就可以代表括号5加3 比如A乘以B当中A 就可以代表括号5加5 都可以 也就是字母代表的含义 是非常丰富的 我们仅仅局限于说 一个字母只能代表一个数 是不对的 好了小朋友们 本谈课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再见